好,同学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我们的第七讲。 第七讲呢,依然是阅读专题,段落分层方法多。 在讲今天的方法之前啊,我们首先来认识这样一个人物, 你也许非常的熟悉,那就是有点馋,有点懒,特别可爱的小丸子。 小丸子呢,他的家族关系是怎样的? 我们首先认识这个喜欢开玩笑的老丸童,他的爷爷, 还有有点念旧的,喜欢唠唠叨叨的奶奶。 小丸子的爸爸,小丸子的爸爸很有趣,喜欢唱歌,对不对? 还有小丸子的妈妈,时而严厉,时而温柔。 那最后呢,就是小丸子的姐姐,跟她是一对欢喜冤家, 两个人呢,经常吵架,但又离不开彼此。 好,那我们给大家展现出这样的一个关系图,是为什么呢? 其实啊,我们的文章里的句子, 他们有的时候呢,也像这个小丸子家庭里的关系族谱一样, 是有着密切,密不可分的关系。 那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,在段落王国里面都有着哪些关系图。 同学们在这幅图片上看到了四种关系, 它们分别是承接关系,转折关系,并列关系,以及总分关系。 那在这四种关系中,哪一种关系你认为它是最特别的呢? 没错,它就是处于中间的这一部分,叫做总分关系。 那它究竟有多特别,和其他的三种有什么不一样? 其他的三种关系,它分别是句子里面都有包含着怎样的联系呢? 不要着急,我们先来看这样一句话,叫做段落分层, 实际上就是找段内句子的关系。 同学们在做阅读题目的时候,经常会遇到一类题目,要求你给段落分层。 那对段落的分层,实际上就把每一句话想成一个小伙伴, 那它们共同比较像的,我们是不是就是要把它们分在一起? 好,那实际上就是考你段内句子,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一致? 那我们段落分层实际上考察的就是你段内句子的关系, 所以我们第一步呢,要理清段内句子的关系。 才能给段落进行这样的分层。 好,我们来看这一段话,请问这件事情它写的核心事件, 用三个字来概括,就是洗袜子。 那洗袜子,我们先看一看为什么作者要洗袜子呢? 哇,原因是早上的时候想起了老师说过的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, 于是决定自己洗袜子。 那么洗袜子的经过又是怎样的? 它是怎么洗袜子的呢? 那我们注意到啊,按照妈妈的指导,一直到最后把水都冲洗干净。 这一部分呢,它属于洗袜子的经过,而最后袜子终于重新变得洁净了。 而我看着这干干净净的袜子心里美滋滋的,这是我们洗袜子的结果。 注意啊,那一件事情如果告诉你这件事情的起因、经过和结果, 那它们就是承接关系。 那再来看红色的部分,我先把在盆里放好水, 然后怎么怎么样,我接着最后。 那这个,我们这四句话,那这四个字后面的这些话,可以调换顺序吗? 不可以,对不对? 它们必须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来写出来,否则它们的意思就会发生变化。 所以呢,一件事情它除了包括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, 有的时候呢,如果说它在句子里面有这种先然后接着最后表示时间顺序的词语, 那么它也是什么呀?承接关系。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? 承接关系它要满足这么几个要求。 一个要求是什么? 一个要求是它有先然后最后这样表示时间顺序的词语。 我先在地上洒水,然后呢,我拿起拖把使劲的怎么样啊? 使劲的蹲了起来,对不对? 然后最后呢,我把地又擦得干干净净,那这叫先然后最后。 那除了这,有这样的一些明显的词语, 那我们在文中有的时候也能分析出这句,这个事情是不是包含了这件事情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起因经过结果。 那如果包含了这个起因经过结果的话呢,它也是承接关系。 所以承接关系它有两把小钥匙,一把小钥匙是按照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, 我们能找出完整的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。 那另外一把小钥匙就是一些时间顺序词。 如果包含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或者是两个呢, 它都可以判断它是承接关系。 那我们让事实说话大家操练起来练习一下, 看看你能不能找出段落中它们的什么, 它们的承接关系。 我先放了一桶水,把青菜浸在水里,等到青菜全部浸湿后,就把菜叶一张一张的掰下来。 我把菜浸上的泥粗洗一下,接着再放一桶水,把菜叶一张一张的擦洗。 最后怎么怎么样,好,那这里面你发现了一些词吗? 先,接着,最后,这是表示时间顺序的词。 来告诉我,表示时间顺序的词,这是什么关系? 没错,它就是承接关系。 再来看这一段,妈妈这几天嗓子疼,难受的吃不下饭,都变瘦了似的。 那我看着心里特别难过,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,决定今天放学后给妈妈买一瓶蜂蜜。 回家给妈妈泡一杯蜂蜜水,第二天起床,妈妈的嗓子好像好了很多, 看着妈妈舒展的眉头,开心极了。 这里面有先,然后最后这样的提示时间顺序的词吗? 哦,并没有。 那同学们呢,它是什么,那这是什么样的,那这是什么关系呢? 哎,聪明的同学已经发现了,文中写了,我给妈妈买蜂蜜泡蜂蜜水, 那买蜂蜜泡蜂蜜水,这个事情它的起因是什么? 哎,是因为妈妈嗓子疼,疼得都吃不下饭, 所以呢,我看着难过,想给妈妈泡蜂蜜水。 那结果呢,就是第二天起床后,妈妈的嗓子好了很多, 那妈妈的眉头也舒展了,我开心极了。 这无疑是包括了一件事情的什么? 起因,经过和结果,所以呢,这种包含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的一片段落呢, 我们也称之为什么?称之为承接关系。 承接关系有这么多,咱们再来看个不一样的。 生活中的挫折,我已经淡忘,第一次学骑车时不断摔倒, 第一次考试得了第一分,不会做仰卧起座被嘲笑, 但是,我深信它在我的生长过程中不断地影响着我, 所以我从来不惧怕害恐惧挫折, 挫折是对我们有益的东西, 它能够改造我们, 完善我们,让我们来迎接挫折吧。 好,那这里面大家注意到了两个红红字, 但是,好,那跟刚才并列关系不一样的是, 我们在这一段落中并没有找到一个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, 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提示时间的词语来告诉我们它是一个承接关系, 但是我们看到了红色的两个字叫做但是, 但是就好像你开车的时候一个猛的急转弯, 前面还在说生活中这些挫折我已经淡忘, 但是后面呢又认为这些挫折在成长过程中它在不断地影响着我, 那么这种一句话里面它来了个大转弯的关系, 句子,那一段话中它句子之间出现了这种意思上大转弯的关系, 那我们称之为什么关系呢, 称之为转折关系, 那说起转折关系呢, 我们给大家看这样一个图片啊, 那什么判断它是转折关系呢, 一般来说啊, 转折关系段落中又包含两层含义, 那前面段落是一层含义, 那后面段落后面后半段, 它也是它主要想表达的含义, 那中间呢一般都会有一些提示词, 可是这样非常明显的揭示转折关系的词语, 那在转折关系中啊, 一般来说作者侧重表达的是转折关系词之前的段译, 还是之后的段译呢, 哎没错, 那就是在转折关系词之后的这个段译, 我们更加的注重表达这后面的段译, 那听到了这个之后呢, 这个是转折关系, 我们来看一看转折关系它有哪些小钥匙, 转折关系小钥匙首先来, 它在前面是一层含义, 在后面又是另一层含义, 而中间呢它必须要有转折关系词, 那咱们说起转折关系词, 来找一找明显的有哪些转折关系词, 虽然但是, 那但是呢是转折关系词, 但是是转折关系词的话呢, 但肯定也是, 对不对, 还有可是, 却, 那这些呢, 看到它们你明显就会知道, 这是属于转折关系词, 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, 来练一练什么叫做转折关系的段落, 请你判断一下它是不是转折关系, 我们看第一个段落, 来我们看这样的一段话, 读完之后呢, 请同学们判断一下, 这是属于并列关系, 还是转折关系, 为着追求光和热, 将身子扑上火, 终于死在灯下, 飞蛾是值得赞美的, 在最后的一瞬间, 它得到了光, 也得到了热, 我怀念上古的夸父, 它追赶日影, 可死在阳谷, 为了追求光和热, 人命运舍弃自己的生命, 生命是可爱的, 但寒冷的寂寞的生, 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, 没有光和热, 这人间不是会成为黑暗的寒冷世界吗, 好, 那后面我们就不读了, 那我们在这里面注意到一个加红的字体, 叫做淡, 那很快你能判断出前面这一部分, 它表达的是一个意思, 后面这一部分什么, 表达的是另外一层意思, 中间这个淡呢, 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转折关系, 那接下来, 这一段话, 我抱着偷来的钱款, 从门上的猫眼里望去, 门外并无一人, 于是我轻轻地打开门, 捏手捏脚地走了出去, 可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, 在楼梯的拐角处, 站了两个警察, 我被堵了个结石, 只好束手就勤了, 这一段里面呢, 我们不像刚才的承接关系一样, 可以找到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, 但是我们明显的找到了一个转折关系词, 叫做可视, 那这个可视一出现啊, 我们就可以将它分为两部分, 前一部分是一个意思, 后一部分是另外一个意思, 所以这叫做转折关系,